香港民族是否就是民族 這很明顯是錯的一個想法 陳浩天說的話絕對不是事實 由第一刻開始他提倡做一個民族黨 香港本身自己已經不是一個民族 當年我們小時候有學社科建 陳浩天小過我 可能他就變成了通識 但其實裡面的內容都必然會提及香港的一些歷史發展 我們經常講的漁港 然後中間又變成一些貨運的中轉站 去到現在發展成為服務業為主導的社會 其實香港是有一個演變的過程 這些很大程度跟香港本身自己的歷史是有直接關係的 這些歷史跟內地是有直接關係的 所以如果他認真去想一想 究竟香港這個所謂民族是怎樣來的話 根本就不應該去走他那條路 所謂獨立根本就不應該走這條路 希望他有機會有一天都可以回頭試案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